2007年 郭台铭公司的年会热闹非凡 财大气粗的郭台铭为了年会更显气派 大手笔请来各路明星前来助阵 这其中就包括大美女林志玲 林志玲不仅是这场宴会的主持人 还被安排和郭台铭在现场共舞一曲 林志玲对于这样的邀请也非常重视 不仅把这一天的行程空出来 更是早早确定好当天穿的华丽礼服 不仅如此 林志玲还到在台湾有亚洲舞王之称的舞蹈老师 张胜锋的工作室 请来专业的舞蹈老师来指导自己 经过再三考虑 张胜锋决定派出工作室的舞蹈老师曾心盈 让他来负责教林志玲和郭台铭跳Tanga 曾心盈教给他们的舞蹈动作热情火辣 动感性感 在年会上 当郭台铭和林志玲一起出场时 郭台铭西装革履 林志玲一袭黑色顽礼服 性感迷人 两人引起了现场的阵阵骚动 两人配合默契贴身热舞 跳得十分尽兴 一曲跳臂 立马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 此外 林志玲还和郭台铭进行了亲密的互动 当林志玲拿着测试爱情和事业的磨善 来到郭台铭面前时 郭台铭说了一句 我对这个扇子不感兴趣 只感兴趣拿扇子的人 此话一出 让现场的人浮想连篇 第二天 台湾媒体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两人的新闻 有媒体更是大胆猜测 林志玲将嫁入豪门 成为百亿豪门扩胎 事实上 因为这场宴会 郭台铭确实找到了真爱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郭台铭的真爱不是公主林志玲 而是灰姑娘 曾心盈 也就是教他们跳舞的舞蹈老师 曾心盈 彼时的曾心盈 方玲33岁 而郭台铭已经57岁 年近六旬 但一场宴会 让两人跨越了年龄和阶层 不顾一切地走到了一起 说到曾心盈 人们习惯性地把她比喻为灰姑娘 因为不管是社会地位还是金钱 她都和郭台铭相差甚远 甚至就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1974年 曾心盈出生在台湾省南投县内陆一带 这里近七成的人都姓曾 在清末 她的祖上曾出过秀才 说起祖上 曾心盈的堂哥 曾慧腾曾骄傲地说 三十年前 我们曾家比板桥的郭台铭家更旺 祖太做了很多工艺 必因子孙 家族内一堆博士硕士 是真正的书香世家 事实上 相比于郭台铭的穷小子出生 他就连上学都要靠办公办读才能完成 曾心盈的家境 确实比郭台铭家里优越得多 他的父亲曾圣皇由于文笔好 在大学毕业后成为国民党省党部专员 母亲陈瑞慧是一名公务员 但尽管这样 曾圣皇一个月八万多新台币的退休金 在郭台铭面前连毛毛雨都算不上 曾心盈长得并不算漂亮 很多网友评价她的长相 觉得自带一股土气 但她身材高挑 这为她的外貌加分不少 曾心盈对舞蹈情有独钟 后来考入了台湾艺术专科学校 先后到旧金山州立大学与艺术大学进修 之后她在很多明星的唱会上 担任dancer 比如孙燕姿 蔡依林等 此外她还曾做过平面模特 在很多杂志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 她还在明星高拍的MV上出过境 所以在台湾娱乐圈 她算是半个艺人 正因为如此 她才有和郭台铭邂逅的机会 曾心盈和甘比一样 情商非常高 和她共事过的人 对她都有不错的评价 费翔就是和她私交很好 据说当年和郭台铭结婚 她穿的婚纱是在郭台铭发妻 林书如喜欢的店里挑的 她的第一个孩子取名郭小如 和发妻名字中最后一个字相同 多少有怀念前妻的意思 所以曾心盈的情商和思想境界 不是一般女人能比的 当郭台铭一见到她 就情难自拔 这对于外形算不上出众的曾心盈来说 气质和情商都显得重要多了 但郭台铭爱上曾心盈的这一年 距离她的发妻林书如去世 仅仅过去两年 当年和发妻林书如认识的时候 郭台铭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 林书如是名副其实的富家女 父亲林百新是香港企业家 立新集团的创办人 也曾是亚市董事局主席 林百新的事业遍布地产 投资 酒店 电讯 传媒 娱乐事业 是香港赫赫有名的富商 不顾家人的反对 当年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林书如 执意要嫁给这个 在药厂打工时认识的穷小子 婚后在老丈人的帮扶下 郭台铭的事业越做越大 2005年 林书如因病去世 这边林书如去世 那边郭台铭就被美国福布斯杂志 公布以32亿美元当选台湾首富 刚满55岁的林书如 还没来得及和郭台铭享受这份富贵 就匆匆离开了 林书如很好诠释了 什么叫前人摘树 后人成梁 要知道 当年因为家人的反对 林书如跟着郭台铭 曾过了一段贫穷的日子 两人最穷的时候 连给小孩买奶粉的钱都没有 只能让小孩米汤 当林书如去世的时候 郭台铭也曾表达了对他的深情 他悲怯道 上帝对我不公平 2006年是林书如忌日的时候 因为施工阻碍 他一个堂堂富豪 竟然直接翻墙进入上乡 但对发妻的深情 丝毫不影响他寻觅第二春 他一边深情 一边各种花边新闻不断 因此还得了一个女明星狙击手的称号 对此郭台铭的解释是 我既非圣人也非贤人 其实早在发妻在世时 郭台铭就曾婚内出轨 陈崇美 还多次带回家中 两人同居五年后分手 分手后 郭台铭还被陈崇美大爆隐私 郭台铭也不是擅长 直接报警把他送进监狱 郭台铭把男人有钱就变坏 演绎得淋漓尽致 霸妻去世后 他更是放飞自我 关芝林 刘嘉玲等女明星 都曾和他传过绯闻 据说关芝林和刘嘉玲 还曾为他争风吃醋 2006年 郭台铭先是被拍到 和关芝林举止亲密 出现在上海某酒吧 几天后 郭台铭就大大方方和刘嘉玲 食指相扣 出席某慈善晚会 之后 又被拍到两人一起去海南旅游 打得火热 接送刘嘉玲的是 郭台铭的豪华私人飞机 他曾隔空对梁朝伟说 一拳就把他打倒 看得出来 他对刘嘉玲势在必得 所以当郭台铭和林志玲传飞闻时 还被媒体戏称为双灵夺名 但没想到 这些女明星的费尽心机 却敌不过一个 其貌不扬的舞蹈老师 那次年会后 郭台铭对曾鑫营展开了激烈的追求 当郭台铭和林志玲的绯闻闹得沸沸扬扬时 但郭台铭的眼光始终在曾鑫营身上 我当时根本没有注意到林志玲 目光完全被旁边的曾鑫营吸引了 对于郭台铭的追求 一开始曾鑫营是拒绝的 我是来教你跳舞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 让郭台铭觉得曾鑫营这个小女孩 她太单纯了 我在她身上看到了真善美 这个小女孩符合我的择偶条件 她身上没有钱的味道 所以 这更加坚定了她追求曾鑫营的决心 为了追求曾鑫营 她各种昂贵的奢侈品 百元现金折的纸花等稀疏送上 心思和钱都不缺位 面对郭台铭的穷追猛打 曾鑫营没多久就沦陷了 郭台铭也很大方 婚后陪她回娘家 给当地的乡亲直接一人送上一千元的红包 于此可见 郭台铭对这个小娇妻还是很在意的 很多女明星在嫁入豪门前 都有过不少的厮杀 但曾鑫营的豪门之路 称得上顺遂 家里上到婆婆下到继子继女 对她都算欢迎 继子在他们的婚礼上对她说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家庭 虽然郭台铭称曾鑫营身上没有钱味 但据说她还是做了婚前财产公正 也就是说 假如不出意外的话 两人离婚 曾鑫营将分不到一分钱 除非是郭台铭主动赠予 但婚后的曾鑫营生活过得不错 虽然结婚的时候郭台铭已经年近60岁 但曾鑫营还是为她连生两女一儿 生第三个女儿的时候 郭台铭已经68岁 但不服老的郭台铭表示 要继续生 所以有了三个子女傍身 就算郭台铭做了婚前财产公正 曾鑫营也不会落到一无所有的下场 婚后的曾鑫营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出行的不是豪车就是私人飞机 出入的都是各种高端场所 翻看她的朋友圈 林鑫营 林熙雷等明星都是她的闺中密友 她还成功打入了天王周杰伦的生活圈 孙云云等台湾名媛 也在她的交际范围内 总之 如今的曾鑫营 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在娱乐圈混为明星跳舞的小明星了 而是在台湾各种名人妇人圈混得 风生水起的豪门阔胎